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我们继续讲 世情论师所造的阿毕达摩居士论 阿毕达摩居士论当中 现在宣讲第二篇 宣说二十二根的时候 其中他这里面宣讲了 相应性和不相应性 相应性的 也就是说相应性的 前面已经讲了 然后下面讲不相应性 不相应性按照 小辰阿毕达摩的观点 总共有十四种 其中前面讲了四个 现在今天讲第五个 明 昨天我们前面讲的灭镜顶 灭镜顶 当然灭镜顶的概念 大家应该清楚 一般来说 昨天我讲的时候 是不是清楚没有 一个是灭镜顶 在我们人间的时候可以现前 最初在人中现前 然后在人中现前的时候 首先是游顶的心现前 游顶的心现前以后 才获得了灭镜顶 因此游顶当中 转生的这些众生 实际上不一定是 我们这里二顶当中的灭镜顶 灭镜顶的话 实际上它是生者相续当中的 它这里面的灭镜顶 在生者相续当中的一种禅顶 然后游顶的心的话 游顶的心 当然是三界轮回当中的 无色界的这种心 所以灭镜顶 必须是以 无色界的游顶的心 现前以后 才可以现前灭镜顶 所以如意灭镜顶 必须要以这样的禅顶 一般小城自众认为 他们灭镜顶 如果小城的观点 它最多是入于七天的顶 灭镜顶最多是入于七天的顶 就是有这种说法 然后大城里面说 这样的灭镜顶 很多界都可以入于这种顶 比如说像加世尊者 加世尊者在基督上 他实际上也是现前阿罗汉过位 最后入于这样的灭镜顶 最后弥勒佛出世的时候 才可以来到人间 这样宣说的 一般小城认为 如果我们的心事入顶 入顶以后 凡是一个欲界的众生 如果你没有这个适用 没有这个适用什么呢 这个欲界的这种事物 欲界的事物的话 最多七天也是不能获得 他们有些论述当中 有这种宣说 就是说 依靠我们欲界的身体的话 必须要利用欲界的这种断食 就是事物 如果你没有这个适用事物的话 最多七天也是不能获得 但这个道理的话 现在在世界上也是有很多 比如说绝世的人 他们的话 有些就是活到21天 有些16天 这种现象也是经常在我们 有些可能信任媒体当中 也是报道的有些事情 也是有的 但是他们可能有些吃的东西 不吃 只不过是一些活 一些喝碎 也许他们也偷偷地吃一点也不知道 所以按照真正小乘的观点 就是离开这种事物以后 在七天以后不能获得 以前藏地在饥饭期间 有些人真正没有吃到什么东西 已经获了十五天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一般小乘有些经典所讲的 可能是指的是不喝不吃 可能这个原因 一般当时饥饭的时候也谁可以喝的 谁肯定有喝的 可能是这个原因 因此我们昨天所谓的灭金钉 它可以说按照小乘自己的观点 讲离开身体 而且很多黄昏士 他们也是有些黄昏士的专辑当中看的话 好像七天当中离开人间到中阴世界去度化众生 这种现象也是有些黄昏士的传记当中也是会有看见的 所以说小乘所讲的可能也有其他的密意 应该这样理解 下面讲我们前面讲的灭金钉和无相钉 灭金钉和无相钉 我们昨天也说了 这个小乘和有不重的观点和进步以上的观点 当然不管是讲任何一个不相应性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差别 他们有不重认为这些不管是无相钉还是灭金钉 全部是有一种成事物 有一种物质 不让心和心所产生的有一种物质 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进步以上 只不过是心和心所不产生的阶段 不产生的这种氛围 氛围也可以说这个阶段 心和心所没有产生的这个阶段 称之为不相应性 实际上与其他的法有点点不相同 因此他这里特意给他有一种特殊的名言 他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这些方法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接下来讲第五个问题 就是讲明 明也是十四种不相应法里面 所谓明不相应性 即数文是之所以 他这里所谓十四种不相应性里面 有一种叫做明 明的这种不相应性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经常所谓的树 树和明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实际上是解释的时候 所谓的明即是树 那么这个树实际上是温和温和意识的所谓 就像我们在欲界众生和色界众生的话 他是依靠生命来身体有温热 经常我们对私人也是 这个身体都已经开始冷了 肯定死了 他命肯定断了 他的命存不存在呢 通过他的温热的身体来观察 然后他的意识是所谓的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把这个意识和生命呢 就合为一起 就是这样讲 这种说法呢 就是不合理的 因为这个明呢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 依靠这个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有一种不断相续的 这个过程的 疏忽 就是疏忽 也就是说是疏忽我的 现在的这个通 就是昨天前面讲的这个通类的 而且呢 就是他是这个温热和 这个意识的一种这个所谓 然后这个无色界以上 也就是说无色界吧 无色界的话呢 他没有直接的身体 没有直接的身体的话呢 他的身体呢 有没有温热啊 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无色界的身体呢 就是他的这个命呢 就是依靠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以一个这个 这个意识依靠的作用 就是这个命呢 就是有这个作用 既然颂词当中已经显说 无相耳定律法相 那么究竟命是指的是什么呢 他这里这个颂词里面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命吧 那么这里命是指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这个命呢 指的是书 这个书名的书 《瑟士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后为命就是三界之书 三界众生的这个书名呢 我们经常人们呢 就是称为这个书名吧 就是书名就是八两个合起来这样讲的 实际上呢 名就是书 书就是名 也可以这样说的 万书无讲 或者是长书 长书诸 长明诸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吧 他这里这个三界之书也 什么是书呢 书是作为提文 与心事存在之所以 不相应性的诚实物 这是这个孝成这样认为 尤其孝成里面的这个书部中吧 书部中呢 就是他所谓的这种这个书名 就是所谓的这种书名 是到底是什么样呢 就是一个是这个 他的这个提文 就是还有呢 就是心事这个依靠的一种不相应性 就是也是一种这个事物 就是诚实的这个事物 他是在余界于色界式体力 与心事二在之所以 就是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提文和那个 那个心事的话呢 就是在余界和色界的话呢 主要是依靠这个命 就是依靠这个命 在无色界当中 是只是这个心事的所业 因为无色界呢 就是没有真正的身体 就是只有这个心事的所业 那么这个知识宿经就会死亡吗 那么我们这个宿命呢 就是进了以后就是会不会马上会死亡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就是有四种类 他这里这个宿命和福报吧 宿命和福报呢就是灭经方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众生有这个四种类的 他这里说 宿义经福报为经而死的 就是有些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宿命呢 就是也已经这个经了 然后他在这个存在于这个世间的这个福报的话呢 就是还没有这个余经 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灭经 就是诸如宿义书也义经 宿义书呢就是为经 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些众生是 他的这个宿命遗书也就是完全 他遗书也呢大家都知道 这个前世所前来的这种遗书也 他的这个宿命的遗书 一个人呢就是比如说活到那个八十岁 八十岁的话呢 那么他已经这个活到八十岁的话呢 他的这个宿命遗书呢已经这个用尽了 就是已经这个用完了 就是然后这个树用遗书呢 就是树用遗书的话呢 本来他以前呢就是造了很多的这种 就是比如说这个活在这个人间的很多这个福报资粮 就是他造的这种善业 但是这个善业呢就是还没有这个用尽 还没有这个灭经 就是也有这种现象 但这种现象我们有没有办法 就是让他那个再这个继续活下去呢 这个是没有的 就是他一般来讲 我们大爷们前行当中也讲了 就是宿命已经用尽的时候呢 即使这个要是福来到你的面前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办法的 就是所以呢就是终生的这个前世的 一宿过的宿命已经这个灭经的话呢 就是那么他的这个福报呢 就是虽然还没有这个现前 虽然还没有灭经 就是但是这个福报还没有灭经的话呢 也没有办法的就是 只有那个下一辈子呢 就是再转成一个人生 就是再继续享受你的这个福报 比如说有些人呢 就是他那个造了一些布施 就是造了一些布施的话呢 就是他在这个人间呢 可以享受就是多少这个万年 就是他有这个福报的这个业 但是呢你的宿命的业 已经这个灭经的话呢 就是就没有办法的 就是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是这样一类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俗为经呢 福报呢就是也这个一经二世 就是这个他的宿命呢 就是没有这个设的 没有这个灭经 然后那个就是福德呢 就是已经这个经了 而这样这个死亡的 那么这种事情呢 就是诸如书一宿 这个未经呢 书用一宿呢 就是已经这个灭经 就是已经这个经二世的 就是那么这种呢 就是说就是他的这个宿命呢 就是本来就是还可以这个 或那个八十岁就是 然后呢 但是他的这个福报就是 也就是说是他在那个 坐在这个人间的这个福德资料呢 就是不具足 就是所以呢 就是提前在比如说 这个七十七十岁的时候呢 就是他会这个死的 他会要死的话呢 他既然那个宿命没有尽的话呢 我们就是做各种这个佛食啊 或者是积累资料啊 就方式呢 然后是这个对僧众这个公寨啊 等等就是用这种方式来 可以延长他的这个宿命 就是所以他的宿命没有用 这个宿命没有用尽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 就是让他的这个福报呢 就是在增上也是有办法的 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不管是搞什么佛食啊 做什么这个事情的话呢 像这个据舍论和有关 就是这些道理呢 就是大家都是应该这个明白 不然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呢 就是认为是这个行刺散法的话呢 好像我做一点佛食的话 是什么都应该这个能起到作用 如果什么都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话 认为这个三宝没有加持啊 或者福德资料呢 就是没有什么功德啊 就是这样认为的 呃 并不是是福德资料没有功德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因果规律的话呢 就是也牵涉到很多这个进食和来食 就牵涉就是 牵涉的这个业的话呢 就是也有很多这个福德方面的艺术 还有呢就是输用方面的这个艺术 它又牵涉到很多这个因缘 有些因缘具足 有些因缘不一定这个具足 因此呢 我们并不是像这个外道一样 这个承认一切都是业这个造的 如果一切都是业造的话 是你做一个三业 就是全部都弯了 就全部都可以做的话 也可以这样承认 但是这些呢 就是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差别 就是所为的 他这个宿命没有进 福德一进而四的也有这种 但是这个呢 我们有办法就是 让他那个再继续这个活想 因为他的宿命呢 就是还没有这个进 然后这个 苏耶福德均一进而四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就没有办法吧 就是诸如苏耶福德一苏也 而则均一进而四的 就是那么这个呢 其实这样罗特罗伯把这个比喻和这个意义呢 基本上是相似的 只不过是他的这个翻题方面就是不同而已 就是基本上是那个相似的 他这种意思呢 就是他的这个宿命和 然后那个福德呢 就是两个都已经这个没有了 就两个都没有了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你为了就是对他那个造一点这个福德啊 放生啊或者是做一点福斯的话 也许他的福德呢就是稍微有点增长 但是呢他的那个宿命已经用这个进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了 就是再不可能继续活下去的 就是所以以前那个 比如说那个白艺经里面就是有一个那个 他的旧阿罗汉吧 就是他旧阿罗汉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他前世的这种这个造一页这个显现的话呢 最后就是不得不恶色他那个瑟利子和目犍连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是给他化缘 就是但是呢就是他的事物呢 就是也没有办法那个就是能维持他的这个生命 就是这种现象都是有的 就是那么这种这个宿命已经尽了 就是不管是你跟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就没办法的 我都这样这个想就是不是去年 不是今年吧 今年前一段时间就是不是学院就是有一个浪漫 他在那个淡尖身上也是这个翻车 就是翻车以后还没有死 就是没有死的时候就是把他带到那个居室里 就是准备有时带到马尔康 然后又准备带到马尔康的时候 到了罗洛的时候又再次翻车 就是最后呢就是把他死了 就是所以一个人呢就是 就是当天就是翻两次车 那个其他车上的人呢就是谁都没有死 而且也没有重伤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不管是什么就是他的宿命都已经这个禁了 就是你怎么样想想办法就是对他这个做服事啊 就是对他怎么样的话 凡是当天你的这个宿命呢必须要去尽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是也这个无法这个救后的 因此我们这个众生的话呢 就是有些就是有关这方面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 就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自己这个死亡的时候 自己生病的时候呢 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自己也是不会这个怨天由人的 我现在呢就是也许可能就是有些这个病的话呢 就是可能是那个暂时的一些违缘 就是暂时的违缘的话 你做一些佛事啊 年金啊 吃药啊 就是这样的话 是也许有这个办法的 那么前世是你必须要就是通过这个 比如说这个杀害众生啊 就是这样的这个疑术国报现前的话呢 那么疑术国呢 必须在按照这个小乘据手论的观点的话呢 这种疑术国报的话呢 就自己必须通过自己身心 就是甘树 甘树以后呢 就是猜那个清净的 就是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你死的话呢 必须死的 就是哪怕这个 一千个佛来到你的面前 先是各种各样的身边的话 是也没办法的 然后那个 这种这个情况啊 就是这种情况呢 你这个生病的话呢 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有些道友呢 就是生病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那个 就觉得是啊 我念了这么多经 就是然后呢 我做的这个这么好的善事 而且呢 我这个即生当中 也是没有造什么恶业的 就是造这个恶业的这些 偏偏都是就是 身体如此如此的健康 我这么心地也是善良的 而且呢 我从小都是这个信仰佛教 尤其是我这个信仰佛教依赖的 我的这个身体就开始不好了 我远充足 那是不是 为什么是这样 我这个性慈善法 那我们这个因果呢 并不是死你 今天就是造的 马上会这个成熟的 就是这是我们下面讲 这个业因果评当中 也是专门这方面 是有这个详细的这个种类 前年我们很多金刚导游 也是一些分头堪布 也是讲到这个 因果命经论里面 也是牵涉到很多 这个因和果方面的这个差别 现在很多人呢 对这个因果呢 不懂就是不懂的时候呢 就是认为是这个 对这个佛教里面说的道理 是就是不正确啊 或者是这个 有些地方呢 就是因为自己很愚痴吧 这方面的教育 就是数得很很少 一般来讲是佛教的 这个身亡问题呢 当然是并不是简单的 这个一两天 或者是这个 一两年的时间当中 会这个学会的 我们时间的一个学位 也是从小学到这个中学 中学到这个 然后中转大学 就是最后呢 就是研究生 博士生 就是要学多少年 就是才能真正这个 到达到这个时间的这个顶峰 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这个学佛呢 就是没有一定的文思基础的话呢 就是对因果轮回 就是不一定生起证件 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 就是希望大家 还是这个有关这个 业和这个过方面 就是在这里呢 就是也讲的比较这个细致 然后这个书和福的 就是全部没有灭金呢 就是诸如 苏耶稣也以 苏永耶稣也 而在尽为拥有请 就是这个而横死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就是本来这个人呢 就是苏明就是还没有这个 就是灭金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福报 也没有灭金 但是呢 就是他就找到了 这个一些这个突然的这个违缘 就是突然的违缘当中呢 也似乎这个会暴死的 就是会这个横死的 这种情况也是 是实际上是有的 所以说呢 就是这种这个情况呢 就是也是有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首先 就是预先知道的话呢 就是通过就是 做一些福祀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宿命 就是没有这个灭金的话呢 就是还是这个有办法的 而且这个他呢 就是可以从两方面 就是可以这个延藏啊 就是比如说像以前那个 神闻阿罗哈呢 就是上师如意宝的 也是这样讲的吧 就是他经常说是 我的这个宿命呢 就是已经这个65岁 就是早就已经 这个灭金了 但是呢 就是依靠这个僧众 就是天天就是年轻的 这个加持年来 就是我还是能继续 这个获得 就是这么多年 就是这也是 这个依靠这个僧众的 这种这个加持的威力 而这个延长宿命的 就是这种现象呢 就是也是有的 但是呢 你如果那个 宿命就是本来都是没有 就是灭金 但是这个之前呢 就是出现一些违缘的话呢 就是也会那个 这个暴死的 就是也会恨死的 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这以上呢 就是讲的这个命 就是所谓的这个命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由不宗呢 就是认为是 这个宗生呢 就是有一种 这个石油的这个东西 就是刚才前面也讲了 就是它是这个依靠 一种这个 也就是说是 提问和那个意识存在的 就是依靠 真实一个事物就是存在 然后进步主义上的话呢 就是他们都不承认 就是有一个石油的 这个物体存在 就是实际上呢 众生这个 来自你活多少年呢 就是那么这个之前的 你的这种这个 就是宿命呢 就是也就是说 宿命呢 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价利 就是除了这个 一世相同的 这个主持存在以外呢 就是没有一个 所谓的真正的 这个宿命存不存在 就是没有这样的 就是只不过是众生呢 就是才没有这个 离开人间 没有离开人间的话 人的这个宿命就是 然后离开人间以后 你变成一个旁僧的话呢 就是你活在这个人间的 这种这个命呢 就是成为是一种旁僧 有时候呢 就是我们也心里面 就是觉得是这个 就是这个命和这个 比如说命啊 心啊 还有灵魂呢 就是在这个藏人当中呢 就是骂别人的时候 也是就是有经常这种说法 就是愿你断除你的这个命和 然后灵魂和 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心是 就是自贼宿命 灵魂就是 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 就是实际上他们呢 就是这个宿和命和那个灵魂 就是它是这样这个分开的 但实际上呢 你说的时候都是可以 有些人还这样说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命呢 就是现在我们活在人间的 就这叫做是那个命 然后这个灵魂的话呢 就是就是人这个死了以后呢 就是他就变成什么魔鬼啊 就是这些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灵魂 然后那个宿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心是 就是以后呢就是你转生到什么这个恶趣 凡是那个一个众生呢 就是有三种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是这样 那这个是一种民间的这个说法 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他们有不重要 也是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众生这个活着的时候 除了这个心是以外 还有一种尸体就是所谓的这个命 应该这个存在的 但是我们说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众生的这个命断了没有 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 就是跟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应法 和这个命相比的话呢 就是我们经常可能认为 就是这个人这个死了 就是命已经断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命呢 就是到底是他什么样的这个物体的话呢 也不是这个心 也不是这个心是以外的这个身体 就是身体断了也不是 心断了也不是 但所谓的这个命呢 就是我们经常民间这个说说的 这个人的命还没有断命还很长 就是所以有不重要 也认为是只有一个尸体法 但是呢进步一上的话呢 就是他们也是并不是 这个认为是一种这个尸体法 就是就是那个所谓的命 就是命已经讲完了 下面呢讲那个法相 就是法相 法相也是这个不相应心当中的一种 所有法相不相应呢 即是身衰诸于灭 必当居身至身党 毕生八法亦义法 无有因缘聚和舍 以身非能生所生 他这里下面呢就是讲那个法相 就是大家都知道 法相的话呢 一切有为法都有它的这个法相 都有它的这个定义 有为法的法相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生老诸灭 就是生这个生衰诸灭也可以说 就是因为这个有任何一个有为法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首先就是产生的 然后中间呢就是它是这个 就是去改变 就是改变就是它的这个形象 再叫做是这个 我们从这个终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终生就是已经老了 然后从其他这个事物的话呢 就是它已经这个 就是已经这个受到这个碎败吧 就是受到碎败 然后那个最后呢 就是有这个灭净的这种过程 就是这是所有的有为法的一种这个过程 然后那个所有的这个有为法 也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不相应性 就是有为法的这个法相的这个不相应性呢 即使这个神和衰和诸和灭 就是这四种 那么这个神衰诸灭 就这四个法相 就这叫做是四个法相 那么他们呢就是具不具足 比如说他这个有为法的这个法相里面的 第一个是神 那么神的话呢 就是他具不具足那个这个神 如果不具足的话 他就不是这个有为法 如果具足的话呢 就是是不是变成这个无穷的呢 他们认为呢 就是他这个第一个这个有为法的这个四种法相呢 就是他还是具足这个四种法相 然后就是第二个以后的话呢 就是不用再这个具足了 因为第二个呢 就是已经这个完成了 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法相的作用 就是所有的法相的作用已经完成了 因此呢 就是他说是这个 比如说有为法里面的第一个 我们这个瓶子的法相是什么呢 就是瓶子就是他首先有产生 中间有那个就安住 就是最后呢就是有这个碎白 最后是有灭尽的这种这个过程 所以呢就是他具足这个四种法相 那么四种法相的话呢 他们认为这些法相呢 就是还是一种室有的 他认为这个瓶子呢 就是是色法的 就是它是属于在这个乌云当中 就是乌云里面的这个色云里面 然后那个瓶子的这个相 就是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身衰这个诛灭呢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 它是包括在这个不相应性里面 就是因此就是他是这个不同类物 因此这个这个这个法相呢 就是分开的 这个法和法相分开的这种观点呢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这也是是有不中这个 他们的这个特殊这个观点 进步一生的话呢 就是法和法相呢 就是应该是一体的 就是不是这个他体 如果是他体的话呢 那么这个瓶子呢 就是不是这个 就是不是那个就是有为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瓶子和就是他的这个生灭株 那就是是分开的 如果是分开的话呢 那么这个瓶子它自己的本身呢 就是不是这个生灭法呢 就是有这种这个过失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那个量力宝藏论 就是萨迦班智达在量力宝藏论当中 专门播持那个 移民前派的一种这个 这个法相和 然后呢就是 这个有不中的法相 两个结合起来 就是说是有些人认为 这个法和法相呢 就是是这个他体的 这种说法是如何如何不合理啊 就是这个量力宝藏论 第八瓶里面就是有播持的 就是说一说 呃他这里呢就是 意思就是说 有不中的这个观点的话呢 法和法相是这个分开的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法相呢 就是具足第二个法相 就是然后第二个法相 具不具足法相的话呢 他们就是这个呢 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在这个观察了 就是就不用这个观察了 就是如果去观察的话呢 因为成了这个无穷无边的过失 就是就是 因此呢就是他们就就承认 就是再没有必要去继续观察 就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呢 他这里呢就是这样这个说的 就是所有的这个法 就是所有这个 有为法的法相的不相应性呢 就是即使这个生衰竹灭 就是在三中 就是他这里这个生呢 就是首先是这个附体呢 就是开始这个残生 就是然后这个他们认为这个生也是 除了这个五体以外 有一种残生的这个事物 就是有一种这个物质 然后呢就是他就继续这个变化 就是继续变化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这个衰 那么他也是一种这个事物 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猪和灭呢也同样的这样的 彼等具胜之 那么他们的话呢 实际上是具有这个胜之胜 就是胜之胜 然后这个衰之衰 然后这个猪之猪和灭之灭 就是他这样这个 中共具足四个法相 就是他首先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的话呢 就是他具足这个四种法相 然后这个这四种法相呢 每一个都有具足 就是他的法相的话呢 实际上是就是已经有八个法相 就是后面的这个法相呢 就是叫做是碎顺法相 就是碎顺法相 前面的这个法相呢 就是叫做根本法相 就是他们这样这个名词 就是他这个根本 比如说一个瓶子的话呢 就是他有这个四个根本法相 然后呢就是他还有呢 就是具足这个四个碎顺法相 就是然后包括就是瓶子 他自己在内的话呢 就是中国有九个法就是产生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产生的时候呢 就是包括他的这个水生法相和根本法相 然后就是他自己这个这样的话呢 有九个法一起产生 就是他们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必生八法亦亦发就是他那个生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他那个产生的时候呢就是生那个八法就是刚才根本四个法相和那个 随身四个法相 然后呢还有一法一法是指的是那个瓶子自己 就是瓶子也好我们这个其他的任何法呢 就是他是这个自己就是自己发这个产生 这样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八个九个法一起产生 就是一起产生 然后他一起产生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那个生吧 就是这个产生的产生的时候呢 就是产生是一个石油的物体 那么他呢就是能产生多少个法呢 就是他能这个产生呢 就是这个根本四个法相里面的就是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生不包括 生呢就是他能产生这吗 能产生这的话呢 他自己呢就是能产生这个后面的三个法相和 然后四个随身法相 包括瓶子就是 所以这个生呢就是他能这个起到这个八个法的这个因 就是八个法的因 那么他这个根本的法相的生是 他是用谁来这个生起来的呢 他是生之生产生的 就是所以生之生呢就是他只有这个作用 因此这个犹夫做的有些这个观点的话呢 还是比较这个复杂 就是这样这个 但他们的这个讲法我们应该这个动到 动到的 然后他这里这个比如说这个柱 柱的话呢就是他那个用这个 包括柱他自己在内的话呢 就是用九个法一起这个按住 九个法一起按住 柱的时候呢 就是他那个 就根本法相里面的柱呢 就是他能起到那个 他自己这个初开的话呢 就是其他那个根本法相里面的这个四个法相 三个法相 然后那个随身法相里面的这个三个四个法相 包括这个柱子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样的话是 就是他能按住那个他自己以外的这个八个法 就是 然后他自己是谁来按住的呢 他是柱子柱按住的 就是柱子柱呢就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就是这个柱的按住作用 就是 你也是这样这个以此类推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就首先应该这个 告明白 就是如果这个说法没有告明白的话呢 就是到底就是 他们的这种这个说法上面 就是有时候就也可能不好理解吧 就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 呃 他们说是也不可能的就是无有因缘聚合的时候 就是这个呢就还是要因缘聚合 如果这个因缘没有聚合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作生和那个 就是圣之圣等等就是这些呢 就是无法这个产生的就是 就是依靠圣作生呢就是都不能成立的 就是因缘必须要聚合就是 就是他这个由补宗呢 也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 什么是法相呢 就是一切有为法的法相是即使 生率诸灭三法 就是诸灭就是这四个法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中论当中吧 中论当中就是专门就是破一个诸法的法相 就是生率诸灭就是这个 有时候就是生老诸灭就是也有这样的 这个从一般这个世间的这个有情的角度来讲 是这个生老四病吧 就是生老四病呢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呢就是这个呢 就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无情法也在里面 就是这样的话呢 他那个生率诸灭就是这四个法呢 就是一切法的这个法相 就是我们对这个有为法 另一个法相的话 有为法的法相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具足这些法就是法相 然后因为能表明有为法的这个特征 他呢就是有有为法的这个特征 故而就是称为是法相 就是所谓的这个法相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他的这个特征 就是他的这个定义 他的这种这个 也就是说是这个法相 生死之能是这个产生之物质 那么他们认为就把这个生率诸灭呢 就全部是一种这个诚实物 就是所以这个生呢 就是是产生的一种这个物质 虽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衰败的 就是一种这个物质 主呢就是指的是能是这个存在的一种物质 灭呢就是是只能这个 失怀就是毁灭的一种这个物质 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当然我们那个从这个进步中一上 进步中一上的话呢就是所谓这个有为法的法相是什么样呢 有为法他自己呢就是本身具足这个生灭主 就是衰就是他有这种这个变化就是 那么这个也是从那个相续上面安理的 就是刹那方面的话呢不能安理的 为什么这个刹那方面不能安理呢 如果这个刹那方面安理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比如说你这个苏仙就是第一刹那这个产生 第二刹那呢就是安住 第三刹那呢就是就变化 第四刹那呢就是毁灭的话呢 就是已经成了这个四刹那 四刹那的话呢就是那么第一刹那就是产生呢 就是他不会那个就是灭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不会住 他呢就是不具足这个其他法相的话呢 那么这个所谓的有为法的话呢 只有在第四刹那才圆满就是 那么这种这个法相呢 在这个万事万物当中是找不到的 比如说这个第三刹那的时候呢 就是他安住 他安住一个刹那的话呢 我们这个刹那呢就是 昨天上师如意宝也讲了吧 按照据事论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他有这个两种就是 是这个一探之间的话呢 就是有六十个这个刹那 那么这个六十个刹那的话呢 又要观察就是 这也是只不过是对这个 对到某种众生的根结而安理的 这个事件阶段 实际上呢就是他可以这个观察 比如说他这个六十个刹那当中的第一刹那 第一刹那就是他又没有这个变化 他没有变化的话呢 就是第一刹那没有这个时间的变化一样 第二刹那也没有变化 再这样的话呢 就是第一刹那和第六十个刹那 这两个之间的话呢 根本没有变化的话呢 有很多的这个过失 因此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刹那也是再可以这个分析 这样这个分析下来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刹那 这不过是终身的分别念 就是安理的一种事件概念而已 实际上呢就是没有真实的这个刹那 这这样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刹那安住呢 就是实际上是没有的 只不过我们这个分别念当中都是 哦 这个法是产生的 然后呢就是现在是这个 我们眼前就是看不见什么 就是他在那个变的话呢 哦 这个人现在这个老了 就是我这个呢 就是现在是安住 最后来毁灭 就是这是我们这个 很粗大的一种这个意识的判断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这种这个判断是不合理的 因此呢 他这里这个刹那呢 就是进步中意上也是 这个生老猪灭吧 就是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过程 就是过程 这个相续上的过程而已 就是也是一个粗大的这个概念 就是 所以这个行为观察的话呢 就是在刹那上是 根本不能按理那个 这个有为法的这个法相 就是因为有为法的法相的话呢 毕竟是我们人们的这种 这个很粗大的意识概念 就是粗大的这种意识概念的话呢 给他那个下定义 也是一个粗大的意识概念 如果这个再详细分析的话呢 那么有为法的这个法相呢 就是不能这个成立 这个时候呢就是 已经变成了这个生意地了 就是生意地当中是 有为法的法相也是不成立 因此呢我们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当中呢 就是注重的这个决策 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为法的法相 就是有为法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呢 它的法相不存在过 法相怎么不存在呢 生意不存在 老也不存在 住也不存在 民也不存在 就是所以 它是用通过生意地的观察的时候呢 所谓的这个有为法 全部都是不存在的道理也在这里 因此呢 我们那个 就是在这个观察这些法相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就是从民言用 应该用民言的这种角度来观察 不然如果你民言呢 就是用生意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呢 那么这个什么法都不能成立 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民言这个地呢 就是应该是按民言的这种量来 就是把它那个观察就可以了 不然呢 就是你用生意地的很细练的知识来 就是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民言全部已经搞破了 这时候呢 它显露它的这个家状 就是家乡就是 为什么叫这个世俗 世俗就是家乡的意思 所以他就无法经得起这个声音的观察 所以他这里刚才这样讲的 若问圣灯也是有为法 那圣灯也有圣在诸灭吗 他这里刚才不是说圣这些呢 就是他的法相吗 圣在诸灭这个是法相 既然他是有为法的话呢 那么他自己具不具足这些法相呢 他这里说还是有的 圣灯也有圣之圣 圣之圣啊 灭之灭啊 然后是摔着摔着等等 有这些法相呢 是具足的 若有闻圣之圣灯也是有为法 那么这个圣之圣吧 刚才就是圣有为法 然后第二个圣之圣呢 也实际上是有为法 因而圣之圣灯也应成了有圣灯 那么圣之圣呢也应该有圣之圣之圣等等 然后灭之灭等等 这样的话呢 那不是已经成了无穷了吗 如此一来不是成了无穷无尽的吗 不会成这个无穷的 诸如拼之圣灯的时候 他本身与根本法相的圣灯四法 以及这圣法相的圣之圣灯 就是根本圣之圣灯四法 此具中法未来法 现在一切这个圣灯就是 那么他们有不中呢 认为这具中法是未来的法 那么未来的法呢 就是他来到那个现在的这种这个阶段 就是来到这个现在的这种这个氛围 来到这个现在的氛围的时候呢 就是他是这个一起来的 一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实际上是他那个禅神呢 就是能这个祈祷就是这些这个作用 就是能这个能祈祷什么呢 就是能祈祷就是未来的这些法呢 就是他那个圣呢 就是对这个未来的这些这个旧个法呢 就是就是来到这个现在的这种这个作用 就是所以呢 就是他他认为呢 就是不会这个变成有无穷的这个过失 就刚才那个根本这个四个法相和 就是圣当这个四个法相 然后这个圣之圣和灭之灭等这个 这个摄圣的四个法相 还有那个瓶子他自己就是这个瓶子是一种比喻 就是当然其他的任何法都可以这样 十九种法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现在一起这个产生就是 未来的法呢就是他们当然我们这个 如果是其他的宗派未来的法 这个现在产生是不可能的就是未来的 但是他们呢就是认为我们昨天就是所讲的一样 就像牛群呢就是在这个草原上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个的就开始排队出来了一样 就是他未来的法呢就是全部都就是 就是来到这个现在的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出来 这样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 这个九个法呢就是一起这个 一起这个产生当时神能产生不包括他本身的八法 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他这里面的这个 神呢就是比如说瓶子的这个产生呢 他是一种实有法他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他不包括他自己的其他的这个 这个根本法相里面的就是三个法相和 然后那个什么这个随身法相里面的四个和 凭子他自己就是这样去七个八个法就是产生 神之神呢就是产生唯一的神 就刚才那个神之神就是神之神的话呢 就是他产生什么呢就是他产生就是刚才的那个神 那个神呢就是如果他没有这个起作用的话呢 那么神之神就没有什么这个作用了 因此这个神之神呢就是他认为这个 他们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就是如果他认为这个神呢 就是没有一个其他的这个法呢就是产生他的话呢就不行的 因此这个神之神呢就是产生他的 就是有时候看来就是好像那个神之神呢就是产生那个其他的八法就是 那么这个神呢应该这个产生神之神就是这样可能好一点就是 但是呢就是他们有不总是不这么认为的就是是这样这个承认的 这个相续当中怎么会是具有这个神呢就是具有的就是 就是相续最初呢就是为这个从事这个相取而言的话 这个呢就是与那个进步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 这个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 因此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刚才也讲了就是 就是进步以上的话呢就是法相和法呢就是不是这个 这个大体的就是应该是一体的 比如说这个柱子他自己呢就是他具足这个神和灭和柱就是 就是他自己呢实际上是具足这种法相 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好理解 在明眼当中的话呢为什么是他是有为法呢 因为他具足这种这个法相 他具足的话呢柱子本身他自己是有这个神灭柱的这种法相 就是并不是是柱子以外就是用一个这个城市的这些物体啊 就是这些呢就不承认的就是 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居士论的有部当中呢 就是有很多这些观点 因此很多论师呢就是认为就是此来这个传闻非佛所说啊 就是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些这个佛经里面 当然这个从这个呢也不一定代表就是这个不是佛所的 佛呢就是也这个为了就是对某种不同的这个众生面前呢 就是也宣说了各种这个施法和城市法 这也是应该是引力的 但是有些论师呢一直认为是 这肯定不是佛所的不然的话呢 佛呢就是不会就是对这个柱子和柱子的法相是分开的 然后这个僧和僧之僧呢就是也是分开的 才这样呢就是不这么这个认为的就是 因此呢就是很多人说是这个 这个这不是这个佛陀所说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但这里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自己理解的时候呢 进步和为时以上的这个观点的话呢 应该这个法和法相呢就是是这个不能这个分开的就是 除了这个这个这个生灭就是他生和灭自己以外呢就是 再没有一个城市的物体就是 比如说柱子就是他那个产生就是产生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种改变性的产生 这叫做是这个衰败 然后呢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柱呢就是 只不过是他的这个相续呢就是暂时这个存在而已 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就是 他有这个毁灭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们的认为是 所谓的这个毁灭呢就是最后把它这个变成一个未成就是 就是不存在的时候就是就是才叫做这个毁灭 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 刚才第一刹那的这个柱子的本乡呢就是 就是现在都是不是这个他了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毁灭就是 他这里的灭呢我们应该这样这个认识不然 很多人认为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刚那个就是从那个 来到人间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产生 然后现在就住在这个人间呢就是再叫做是那个就是主 然后我就一天比一天就是老了就是脸上的那个主纹呢就是 就是越来越多了然后那个牙齿呢就是一颗颗的就是 就是掉下来了哦这个时候呢就是就老了就是 最后呢就是离开这个人间呢就是灭了死了就是 这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个粗大的概念就是 就是一般的人呢就是可以这样讲 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住在这个人间就是 昨天和今天呢就是也有这个生猪毁灭的就是 就是这四个法相不断地在这个具足 所以一切法呢就是进步中以上呢就是应该以这样来判断就是 这就是比较合理的它这里是具有的就是 相续当中最初是产生随后呢有趋入相续而住 前后呢就是前后的差别为衰灭尽相续为灭 就是这是从相续上面讲的 以上是这种这个说法呢 仅仅是有不重的这个加厉观点就是 就是阿瑟利世青论师呢并不承认就是 有时候讲罗特尔王伯就是他喜欢这样说 就是若有文呢如果未来的这个生也能产生必发的话 那么就是不是成了一切法都同时可以产生 未来的法都不是现在的可以产生吗 就是他有了这个生的话呢就是甚至生可以产生未来的生 这样的话呢一切法都不是同时可以产生了吗 他这里也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各自这个因缘没有聚合的情况下 单单依靠这个生并不能是一切未来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所生法呢就是现在就开始产生 就不会这样的只有因缘完全具足才能于现在的这个产生之骨 那么就是生不是成了就无有意义的吗 并非是无有意义的如像这个梗当一样就是 像那个梗啊就是这些的话呢 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他这里这个梗呢 也不是很好懂但是呢你们自己也观察一下 可能是这个我们这个二十二根这些的话呢 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产生 他产生的话呢实际上还是去外境等等 就是有这个作用有意义的并不是这个没有意义的 因此这个他的产生呢就是他在某一个时候呢就是他产生 他产生的话呢他有他的这个作用和意义就是 也是这个所在的意义因此呢就是并不是这个无意了 就是可能这个意思 这是那个宣讲宣讲什么呢 就是前面这个名和那个法相吧 就是法相这个不相应性呢已经讲完了 下面呢就是讲那个能锁 就是能锁呢就是他这里 实情论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 就是前面这个中介文当中呢就不是很明显的 前面这个分锁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明显 那么这里呢就是把这个能锁里面就是已经包括了 我们前面不是讲的这个 事实情论师不相应性里面就是 这个文就是字 然后这个据还有那个语言就是 字和据语言就是 盲一格首先是文字 然后名词 然后据就是 他一般来说自身 自身 然后名身和据身 就是身体的身就是 好像其他的有些书里面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三个呢就是结合起来讲的 就是这三个不相应性呢就是结合起来讲的 这些都是这个能锁所说当中的话呢就是是能锁 就是所以呢就是文字也是能锁 名字也是能锁的 还有那个语言或者是词句 句子呢就是也是能锁 就是所以从三个能锁就是合在一起讲的 他这里 他这里有三种不相应性 一个是名句 然后文句或者就是名句和文句 然后就是句句 句句不好听 句子的句句 名句当不相应性呢就是实际上是名称和语言 就是他这里句子和语言呢就是合在一起讲的 就是说一说名称和语言和文字的这个集句 文字的集句 那么这三个不相应性呢就是 它是这个属于语解和色解的 就是语解和色解的众生这个相续所说的 就是并不是那个无色解 无色解呢就是它没有这个语言文字 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语言文字吧 就是没有这个语言文字和名称 无色解的众生叫做说 罗解采人 采人汉姆 没有这样吧 就是那个无色解的众生的话呢 可能没有名字就是 然后身体也没有 名字也没有 就这样可能比较舒服吧 他们都是整天都是 这个如一种禅定当中 就是这个愚解色解 它是属于这个众生所说的 然后这个三生当中呢 就是不是这个异俗生 也不是这个张扬生 就是它是这个灯牛生的 然后那个三不三无极法当中 它是这个无极法 就是颂词里面是这样的 下面在讲义里面 前面略说当中说是名句等等 当字所包括的词句和还词句是指的是什么呢 名是指的是能宣说事物的本体 比如说名字的话就是品质 品质的话只说是这个名字 品质它自己的本体 所谓的所谓的色语所说的品质 就是它这个色法和品质 但是他们也是 云部宗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名和然后句和文字吧 就是名和句和文字的话呢 他们认为呢 就是它也是有一种这个诚实的物体 这为什么是诚实的物体呢 比如说我那个品质的话呢 就是如果它不是诚实的物体呢 它不能代表这个品质 然后我就是叫一个人的话呢 那么人的这个名字呢 应该是诚实的 如果不是诚实的话呢 就是我叫他的时候是 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就是这个人不应该知道的 但是这个人就是我叫品质的时候 我叫品质的时候呢 就别人都知道 哦 品质在这里马上就知道了 然后我叫一个人的时候呢 这个人呢说是哦 汉我啊 就是我 所以呢就中间有一个诚实的物体 就是他们认为是 这也是一种诚实的物体 但是我们呢就是 经不从以上观点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名字啊 文字啊 词句啊 这些都是只不过是 表示这个事物的一种方便法而已 就是是一种家里的这个名称 就是我们这种名称呢 就是在隧的图上都可以这个加 就是所以呢 这个实际上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人也可以叫这个品质 就是牦牛也可以叫品质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规定的 但是呢实际上是终生的这个习惯 就是没有这样就是 就是以这个习惯案例的一种名称 叫做这个名字和文字和语言 但是呢就是 尤部宗呢就不这么认为的 就是因此在这里呢 也他们就是 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可不可以说呢 就是有时候现在都害怕 上师如意宝天天都讲这个 绑法罪绑法罪 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说是 尤部宗的这个观点不是很殊胜的话呢 就是是不是这个绑法罪 就是有点害怕就是 所以呢就最好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尤部宗也是对某种众生的这个根结而这个宣说的 尤部宗也是对某种众生的根结而宣说的 就是这种这个说法是应该按道理来讲是最适合的 不然呢就是这种说法是对我来说的话是不合理 也是实际上是对于些众生来讲 还是应该这个很合理吧 比如说这个三宝的这个成事物真正存在的话呢 刚皈依佛门的人来讲是 哎他认为是真正是这个存在的 那我们这个刚刚学过一些这个物理化学啊 就是这样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名词是这个成事存在的话呢 这个人可能很容易这个接受就是 他就是以前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维吾伦啊 就是有些这个事物的这种教育就比较深刻的话呢 他认为就是这个法是有存在的 啊对对对这个法 一切都是加厉的一切都是虚望的话呢 他就不能接受的 因此各宗派的这些教言呢 就是不能认为是这是这个错的 就是应该是对不同这个众生面前呢 我们这个编的这个小学课程和中学课程和大学课程 但大学课程呢大学生来讲的话呢 这个小学课程是就是对他来说是就是是不用这个学的 但是呢你不认为是就是因为在你面前是这个不用学的原因呢 就不能把它这个推成这个是这个小学课程呢是错的就是 因为小学课程呢我们这个大学如果是我不是大学士 如果一个大学生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一看那个小学课程没有什么 但是你以前的当小学生的时候还是依靠这个课程而来的 就是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小乘的这些那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也不能认为是这是这个完全是错的 就是对我来说的话 我现在是真正一个大乘根基和大圆满根基的话呢 对我来说的话呢也不一定这个很相应 但实际上呢也有千千万万的众生呢 依靠这种诚实法呢就获得解脱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这个说法和辩论和有些过程当中的话呢 完全是错的这样的概念可能不应该不适以下 所以还是自己也在各方面注意吧 下面就是 先说 如是所谓或者舍法所品质 多种文字组成起来这个舍等 就成了言诸对境的不相应性成事物 他认为是所谓的刚才这个名称吧 名称的话也是这个事物的本体 有很多的物体组成以后 变成了我们眼睛对境的舍法比如说品质等等 然后这个语言或者是词句 它那个词句吧 词句 例如无福诸有为法 皆为无常 能说的词句它一般是这样的 文字呢 首先是文字 文字组成以后就是名词 名组成以后就是句子 一般藏文文法当中也是先文字组成 由文字组成以后就开始名词 比如说品质的话有几个文字组成的 然后品质这样的几个名词组成以后 就开始句子和语言形成的 它的过程也是这样的 不管是名字和词和还是文字语言 全部是一种加力的像 这是经部宗以上的应该这样承认 能说的词句是这完整表达能说内容的不相应性物质 他们认为能说的不管是词句也好 还是文字也好 名词也好 全部能表达完整它的内容的一种不相应物质 文字是组成名词 句子的根本或者部分 如嘎等等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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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语当中叫做阿加勒 阿加勒的意义就是不变的意思 也就是说当时当地的一种表示字体的本体不会改变的 它为什么叫文字不变呢 文字的话不管是印度的文字或者藏族的文字还是汉文 当时当地它所表达的意义没有改变的 因此叫做阿加勒 藏文文法当中专门讲阿加勒 阿加勒就是我们以前在学藏文文法的时候 有个阿加勒学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可能任何一个学者当中我对阿加勒学的可能比较长 所以在这里给你们宣讲的话还是没有很大的必要 我们现在是讲句子不是讲藏文文法 阿加勒的意义也是有很多的辩论 现在的有些比如说 莫格萨登 赐登加勒 后来的一些藏文文学家 他们对阿加勒的认识这些方面有很多辩论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说这些了 实相是指的是在心中浮现出的嘎子等 所谓的文字的实相是指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心中浮现出来的嘎 嘎 这些都是文字 然后文字组成以后 我们心中浮现出来的瓶子等等 实际上他们的忧部宗把我们音名里面讲的忠相 他们认为忠相是真正存在的 所以忠相就是没有这个动作 因此孟芬仁波切在《智者如门》当中也是说了 所谓的这个名和词就是它是一种特殊的名言 它有一种表达特殊作用的一种名言 所以它这里名字和词 这些都是确实一种特殊的名言 比如说我们这个柱子的话 柱子是一种名词 但是它跟其他的瓶子不同的一种特殊的名言 因此一说瓶子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想 瓶子是如何如何就是这么样的 腦海里面自然而然会互相的 这个音名当中称之为中相 它是一种概念 它那个概念我们脑海里面自然而然显现出来 这种叫做概念 但是他们忠不忠认为这样的概念 应该是诚实存在的 如果它不是诚实存在的话 为什么它能生起这种柱子的分别念呢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诗相在心中浮现出来的嘎子等 文字也是称于句子根本不相依心子无知 他文字也是认为是名词和句子根本 没有文字的话名称和句子不可能成句的 句是指的是像连珠等那样 有许多句和义气的意思 它为什么叫句或者是云都可以一个意思 这三者是属于哪一戒的呢 就是属于欲戒和舍戒的 而不属于无舍戒 无舍戒没有欲言当的缘故 他们是属于众生所舍的 因为是通过轻作而生的 不管是文字 全部通过众生的相续所舍 所以刚才有为法的法相以外 一般这些不相应性 还基本上是众生的相续所舍的 所以我们昨天前面讲 同类的诗和诗徒有没有同类的概念 但这个问题你们再观察 如果从有为法的法相的角度来讲的话 诗徒这些也应该有同类的不相应性的概念 但是从其他的有些有为法的相续所舍而言 全部是以众生的相续所舍 相续有关系的 只不过是前面的这些法相 好像柱子品质 不一定对众生的相续有关系的 所以他们这些全部是众生的相续所舍 并且与相续所舍 那么他们是属于三生当中的那一生 是由于同类相续而产生 因而是三生当中的灯牛生 而不是张扬生和异素生 由于不是微生积聚 所以不是张扬生的 张扬生必须是微称积聚 但是刚才语言文字 它不是微称积聚聚的 只不过是我们中相 刚才那个中相还是很重要的 是一种概念的话 所谓的语言 文字 词聚 这些都是没有一个微称积聚的 因此张扬生的概念肯定是不具足的 这是张扬生 也不是张扬生的 并且随心所与而产生 因此也不是异素生 如果异素生的话不可能随心所与 不管是你想也好 不想也好 反正已经成熟的过 它不能改变的 但是我们语言文字的话 你想发出声音的时候你就可以发 不想发的时候可以不发了 所以它是随心所与可以产生的 因此不是异素生 他们是善不善意无极法当中是何者 它不是善和不善的有极法 善和不善的有极法肯定不是的 原因是断去善根的人的相续当中也会有的 还有断了烦恼的人的相续当中也是存在的 所以应该是无福无极法 今天讲到这里 在这个地方和节目赞的前提问 如果你们问你今天不停 为什么要赞 一回 ses目准备 中游位赞永远的反省 你觉得否则绝内是否则 我间是 tools在就位置于 前提问他们的表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